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本哲理小说《老实人》 法国著名思想家福尔泰 1755年11月1日上午14点40分 葡萄牙里斯本发生了一场地震 一场地震摧毁了大半个城市 引发了海啸和大火 据估计当时的里斯本人口约为20万 至少有5至10万人死于地震 18世纪欧洲 特别是法国处于启蒙运动时期 受到启蒙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基督教思想 统治了欧洲数千年 因此地震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 并在法国引发了激烈的思想争论 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 是爱和仁慈的化身 既然如此 他为什么还要让无辜的人遭受如此大的灾难呢 里斯本成千上万的生命 难道就是罪有应得吗 在这个问题上 有一种基督教的主流解释 认为上帝是仁慈的 仁慈的 上帝现在把灾难降临在无辜的人身上 在别的地方也一定会带来幸福 归根结底 还是接受现状吧 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最好的 这种说法基于德国哲学家 莱布尼兹的理论 听起来相当乐观 但法国启蒙思想家福尔泰 却坚定地反驳了这一观点 1759年 他专门写了一本哲理小说 老实人已全面阐述他的观点 福尔泰既没有否认上帝的存在 也没有否认他是世界的主宰 但他说 上帝创造世界和统治世界的目的 并非为了给人类带来美好和幸福 因此 盲目乐观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 他希望读者能从基督教创造的幻觉中醒来 睁开双眼 看清现实 看看地震造成的灾难 看看欧洲的战火吧 看看暴君 看看步伐的倒霉蛋 看看奸商 看看贪官污吏 看看非洲奴隶被压榨的死去活来 看看有多少无辜的人 在连绵不绝的天灾人祸中挣扎 小说中的老实人主人公 就是在穿越大西洋两岸 从欧洲到南美 经历或见证了所有这些人间苦难 目睹了各种各样的血腥和混乱 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 主人公和老实人 逐渐地抛弃了盲目的乐观 让我们从小说情节开始吧 老实人的篇幅不到十万字 分为三十个章节 一共三十多个人物 主要人物是老实人和老实邦格罗斯 老实人 这个词源于拉丁语 意思是洁白 老实人是男爵的养子 为人诚实 头脑简单 像一张白纸 因此人们称他为老实人 老实人的老实邦格罗斯 也是男爵福利派 他信奉一套乐观主义的哲学 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世间万物皆有定数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理由 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的鼻子是朝前凸的 因为我们要戴眼镜 所以要戴眼镜 为什么我们会有两条腿 穿上长筒袜就有长筒袜 为什么石头会存在 所以我们男爵大人才会拥有一座漂亮的城堡 为什么猪会存在 当然是为了让别人吃 所以我们一年到头吃猪肉 邦格罗斯给老实人灌输了这一套理论 而老实人则全盘接受 因此他就成了一位乐观主义者 他看世界是积极的 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当时基督教教会的权威人士认为 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最好的 然后老实人就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了 男爵的女儿名叫车内控 长得很漂亮 老实人在想 为什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 没错 就是想让她爱上她 正巧 剧中的姑娘听了老实的话 认为老实人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得到她的爱 一天 两个人在屏风后面亲吻起来 男爵一怒之下 一脚把老实人踹了出去 车里的姑娘 也被她的母亲打得落花流水 老实人被逐出城堡公司之后 她的命运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厄运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 一开始 她被两个征兵忽悠骗去了保加利亚国王的军队 她所接受的军事训练十分残酷 甚至可以说是体罚 有一天 她觉得自己好像长了两条腿 可以出去走走了 结果被抓回来 挨了四千鞭子 差点被砍头 后来 她的部队在一场战争中被打散了 老实人幸免于难 她一山蓝旅 一路向西 一路乞讨 终于来到了荷兰 此时她已是鸡肠鹿鹿 幸好有个好心人救了她 后来 她意外地遇到了格洛斯帮格洛斯 那个可怜的家伙 一直在帮助格洛斯帮格洛斯 变成了一个浑身上下 都是伤痕的乞丐 她告诉老师 男爵的城堡 被保加利亚人 移为平地 男爵一家也被杀了 居内贡小姐 也死了 老实人伤心欲绝 后来她帮帮格洛斯治病 但却帮格洛斯 留下了一只眼睛 和一只耳朵 他们一起 坐船去了里斯本 那里发生地震海啸 人们饥寒交迫 流离失所 有些人趁火打劫 甚至借机淫乱 那个好心的人救了这个老实人 却被一个野蛮的水手 推到水里淹死了 老实人悲痛欲绝 但是 帮格洛斯依然镇定地说 里斯本的地震和海啸 人民的痛苦 包括他的残疾 都是有道理的 可是 当他帮格洛斯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自己也死定了 原来 里斯是个迷信的人 他认为只有杀几个人 才能阻止地震的再次发生 因此 不幸的是 他们选择帮格洛斯 抓住他 送上绞刑架 老实人也被捕了 挨了一顿毒打 后来被一位神秘的老太太救了出来 老太婆治好了他的伤 给了他食物 然后带着他 来到了一座豪华的乡村别墅 老实人在这栋别墅里发现了 居内贡小姐 原来 阿邦格洛斯说错了 军统小姐没死 但是车里的人已经尝到了生不如死的滋味 要服侍好几个人 其中包括一名保加利亚军官 一名义交法官 一名犹太商人 他们把车停在了别墅里 希望老太婆能照顾他 并不时地来看他 老实人很生气 又是一天晚上 犹太人和法官先后来到了居内贡 老实人趁他们不备 一箭刺死了他们 然后带着居内供老妇人逃走了 祸不单行 半路上 他随身带着的首饰又被偷了 虽然老实已经邦格洛斯离开了 但老实还是希望老实能给他一个解释 于是 佟老实在心里开始了对话 有时他会忍不住大叫一声 哦 邦格洛斯 要是你在这该多好啊 他想起了邦格洛斯说过的话 既然欧洲充满了苦难 那么新大陆 就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地方 于是 老实人一行人逃到里斯本港口 登上一艘前往南美新大陆的轮船 在船上 老妇人听到区内 共感叹自己的悲惨命运 也诉说了自己的苦难经历 原来这位老妇人 就是上一任教皇之女 但是 在一次旅行中 她不幸被海盗劫持 从此开始了悲惨的一生 她先是作为奴隶 被迈到摩洛哥 在部落冲突中 九死一生 然后又被卖到意大利 然后又被送到阿尔吉利亚 在那里又遇到了瘟疫 最后又逃过一劫 后来 在一系列商人的帮助下 她被卖到了土耳其 由一名军官带到了前线 最后虽然捡回一条命 但屁股上的肉 也被土耳其士兵割掉了 又一次侥幸逃过一劫 老妇人被送到了 莫斯科的一位贵族 手下当奴仆 两年后逃了出来 靠着打铃功艰难度日 才被送到了这里 小说中几个人物的经历 一次比一次惨不忍睹 而福尔泰的叙述 却始终轻松 比如军内贡小姐 讲述了她的家庭被毁 她的父母和哥哥被入侵者 砍成了碎片 她讲述了 她几乎每天都在被强暴 但她的语气却很平静 就像是在说一件 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当土耳其士兵包围她时 军队里的牧师们 劝士兵们不要杀她 老夫人又重复了一遍 你只需要把她的屁 鼓咬掉一半就行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 过几天 还有这么丰盛的饭菜等着你 你的仁慈足以感动老天 让你得到救赎 这样的屈辱 这样的痛苦 老夫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意大利有一位 叫卡尔维诺的著名作家 他在读经典时说 老实人最妙之处在于叙述节奏 一系列的不幸 惩罚和杀戮像喜剧电影一样 轻快地掠过书页 以无情的速度堆砌起一场场灾难 福尔泰一直在追求速度 他用一连串闪电般残酷的镜头 描绘了一个完全混乱的世界 一场旋风般的痛苦的旅行 老实人确实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让我们接着讲故事吧 他们三人来到南美 布宜诺斯艾利斯 现在是阿根廷首都 居内共立刻引起了当地总督的注意 将居内共聚为己有 老实人想把他赎回来 却被人追杀 逃到了巴拉圭 在那里 他救了两个妓女 却不料他们恩将仇报 把他送进了一群土著野蛮人设下的陷阱 幸好老实人身边有一位机灵的随从 费了一番口舌 才让他们相信老实人是朋友 而不是敌人 心爱的人得而复失 好心助人却遭背叛 这时 老实人可以说是尝尽了人间的苦难 正当他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 一个奇怪的插曲 突然出现在故事里 他带着随从乘船而行 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世外桃源 这里被称为黄金国度 一切都跟外面的世界完全相反 没有地震 没有海啸 没有瘟疫 有的只是阳光明媚 山清水秀 在这里 国王和他的臣民都是其乐融融的 这里没有宗教冲突 也没有教会 也没有监狱 这里的财富并不是聚集在国王和权贵们的手中 而是遍地都是金银珠宝 连吃饭都是免费的 每个人都很热情好客 离开黄金国时 老实人和他的随从们得到了一百多只绵羊 这些绵羊都是受保护的 这些保护措施加在一起 比所有亚非欧君主的财富 加起来都要多 老实人在德国 荷兰 葡萄牙 南美各地都有他的足迹 这么长时间的颠沛流离 他从来没有见过幸福 而现在 在这个虚幻的神话国度里 他所有的不幸都得到了补偿 然而 当老实人回到现实世界之后 他的羊却接二连三地发生意外 一会儿病死 一会儿饿死 几乎灭绝 最后 当他们打算从苏里南乘船返回欧洲时 只剩下两只羊和金银财宝 都被一位贪婪的船主骗走了 这个转折实际上 是对邦格洛斯所信奉的完美世界的一种极端讽刺 即一个人的不幸 必然伴随着另一个人的幸福 在小说进行到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 老实人发生了两件事 彻底改变了他的乐观态度 首先 我要说的是第一件事 他和随从赶阳去苏里南时 看见一个黑人躺在地上 衣服破破烂烂 缺胳膊少腿 老实人看他可怜 过去问了问 才知道 这个黑人是吉内亚人 我亲爱的孩子 你是个幸运的奴隶 你的父母都是靠着你才发家的 谁知 他在荷兰人躺场干活 却被老板无缘无故地砍掉了四肢 丢在了这里 老实人看着他的惨状 想起这一路上遇到的种种苦难 垂胸顿足 哀叹道 老实 老实 没想到世界上 竟然会有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 我再也不相信你的乐观了 此外 这位黑人还说 自从他遭难之后 人们就叫他基督教 每个星期天 神父都不会倒下 他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 不论肤色 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 黑人听不懂 心里却在想 大家都是兄弟 谁会对自己的兄弟 这么残忍 福尔泰在批判白人奴隶贸易的同时 也揭露了基督教教会的虚伪 揭示了他的启蒙思想 以及更广泛的呼吁人人平等 第二件事是 老实人被船主抢走了 所有的金银财宝之后 他只能靠着自己的积蓄 坐上了一艘去法国波尔多的船 一路上 他想出前寝人一路作伴 这位老实人认为 这个人 一定会像他一样多在多难 因为在他看来 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 才会表现得足够诚实 结果 他招来了一个叫马丁的穷学者 马丁曾被欺骗 被抛弃 被迫害 被偷窃 几乎跟老实人一样 而且 老实人也希望能和他在一起 而马丁对生活 却一点希望都没有 但是 遇老实人吉邦克洛斯 马丁却直面自己的命运 这里的每一座城市 都在盼望着别的城市的毁灭 每一个家庭 都想把其他的家庭连根拔起 这个世界 强者和弱者是不能共存的 强者视弱者为羔羊 弱者卑躬屈膝 心中诅咒 在欧洲 不管是陆地上 还是海洋上 到处都是战争 到处都是强盗 甚至一些表面上 看起来风平浪静 歌舞升平的城市 人们的内心也充满了极度 焦虑和忧虑 很明显 马丁压根就不相信善与恶 也不相信痛苦之后 一定会有幸福 他一点也不相信 这种乐观主义 他认为这种乐观的本质 在于听天由命 无所作为 老实人在和马丁的交谈中 渐渐被影响到了 后来 他们看到西班牙船队 与荷兰海盗 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回到欧洲后 他们先后去了英国 法国 荷兰 威尼斯 最后去了军事坦丁堡 一路上 他又见识到了 各种天灾人祸 最后 老实人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他明白了一个人 必须把注意力 集中在现实世界上 用自由意志去争取 决定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后几章 老实人老实帮格罗斯 出人头地 李斯本 绞刑架的时候 他的脚出了点毛病 救了他一命 他加入了老实人 加入了马丁这一伙人的行列 当格罗斯还抱着乐观的态度时 死里逃生 使他更加相信上帝的人词 和完美的世界 老实人也在车里 找到了共和夫人 尽管保金封霜的军需官 已经芳华进去 变得苍老丑陋 不过老实人 还是嫁给了他 老实人在附近买了一块地 几个人各自耕种 很快就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小说结束时 帮格罗斯再一次跟老实人谈话 谈到上帝的安排 说 你想想看 这个世界是否完美 一切都有联系吗 要不是居内贡小姐被赶出城堡 你又怎么会受这么多罪 冒这么大的风险 孩子 要不是你经历了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 在这吃花生和吃甜点 老实人 只是简单地回答说 你是对的 不过 让我们去种地吧 老实人这句让我们种地吧 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凝聚了整部小说的核心思想 福尔泰认为 世间一切苦难 罪恶 天灾 血腥的战争 残酷的抢劫 诡诈的欺诈 愚昧的迷信 都与上帝无关 即使上帝存在 他也是个冷漠的人 人们祈求 朝圣 像超自然的力量一样 也无济于事 只有承认自身局限 专注于现实世界 才有可能改变命运 再弱小的人 也能耕种自己的土地 想要把世界 从荒芜的土地变成花园 就必须从土地开始 福尔泰的这句话 可以说是对劳动和劳动 真正的价值的有利证明 老实人的故事 已经讲完了 这是一部流浪者小说 福尔泰通过夸张的讽刺手法 用喜剧的形式 描述了现实世界的沉重 小说里的老实人 就像是金刚不坏之身一样 经历了各种欺凌 血腥 流离 却依旧完好无损 很显然 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不过 老实人的悲惨遭遇 并不是福尔泰都赚出来的 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除了像里斯本地震 这样真实的大灾难之外 书中还提到 老实人被征兵 引诱参军 海盗劫略名女 船主劫持乘客财物 李斯本人处死无辜 黑奴被主人砍掉手脚等等 福尔泰收集了当时的报纸杂志 甚至亲眼看到过 例如 在小说里 老实人在保加利亚军队里 受到了惩罚 士兵们分成两排 命令老实人从中间走过去 用鞭子抽打他 在普鲁士宫廷里 福尔泰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正是因为这些丑恶的情节和辛辣的讽刺基督教权威 老实人受到政府和教会的双重攻击 1759年1月初 小叔出版了这本书 2月 日内瓦和巴黎都把它列为禁书 但到了年底 小叔已经印了20本书 卖出了3万本书 成为了真正的畅销书 然而 也许你不会料到 福尔泰本人却是个乐观主义者 只不过他的乐观并非小说中那种盲目乐观 而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受到古希腊哲学流派影响的福尔泰崇尚理性 认为 凡事都要经过内心的思考 同时认识到自身的界限 专注于眼前的行为 他还承认痛苦与快乐相伴 屈乐避苦是人类的本能 但他强调理性地面对苦难 在苦难中显出真实的性情 从而享受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生 享受德性的快乐 因此 福尔泰把老实人塑造成一部哲理小说 而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位思想家 他一路走来 一路思索 一路交谈 终于明白了 自己应该面对现实 脚踏实地 虽然他饱受摧残 但当他再次认识 马丁这样的朋友时 当他与别人交谈 辩论和思考时 他会因为哲学和生活的新理解 而感到高兴 不仅老实人 小说里的其他人物都在思考 就像老妇人说的那样 我倒要问一句 谁更糟 被黑人海盗墙 抱几百次 然后被砍掉半个屁 鼓 适当苦力 挨鞭子打肚子 还是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这位老太太渴望劳动 渴望真正的理性生活 对她来说 无所事事 比受苦还难受 小说结尾处 老实人回答耕种花园的问题 也显示了一个理智的人 如何面对苦难 如何专注于手头的事情 从而获得内心的快乐与快乐 正因为如此 福尔泰才会说 人的一生都要经历地震 海啸 甚至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地震 一场海啸 但即使沦落到 在救生船上随波逐流的地步 也别忘了真诚的放声歌唱 而对于福尔泰本人来说 这部小说 更是她人生中的里程碑 她不仅是福尔泰所有作品中 最受欢迎的一本 而且 这本书的成功 使她当时65岁 在她生命的最后20年中 她积极地与各种当权者进行斗争 宣扬理性 拯救被宗教迫害者 从欧洲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转变成激进的社会改革家 启蒙运动的灵魂人物 引领启蒙运动走向高潮 好吧 老实人 这本书就给你解读到这里 明天见